今天是松户会战86周年的纪念日 老关正好借这个日子跟大家唠一唠关于松户会战的故事 和大家一起缅怀先烈,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五倍自强 话说由于蒋介石的犹豫不决和欧美列强的反复猜话 松户会战原定的最好攻击时间已经错过了 此时已经三次临阵叫停攻击的蒋介石终于是丢掉了幻想 开始正式迎离了 可是也就在正式动手之后啊 大家才发现了许多国民党军队的劣势 张志忠将军在8月17日发给蒋介石的密电中 说出了攻击发起之初头几天的惨烈战况 在这份报告中张志忠说道 87是先对日本俱乐部、日本海军操场及沪江大学攻大沙场攻击 弃九时许得王敬九师长电话报告 以占领日俱乐部及海军操场为派员确查 据称日俱乐部之四层楼油漆公司据未敌死守 国民党军正向其包围 对沪江大学、攻大沙场及影响港镇方面 则激战中日尚未得手 下午五十许敌友海军操场南两次激烈反攻 军备我军击退 本日我炮兵射击甚为进步 命中颇佳 但因目标坚固未得预期成果 如对日军司令部一带各目标 命中甚多 因无烧一弹 终不能毁坏 蒋介石看了张志忠的报告之后 不免是触目惊心 为了争夺法学院一个据点 国民党最精锐的德志师就牺牲了一个赢的兵力 进攻日本焚山的德志第八十八师一部兵力 按照张志忠的说法 攻进去之后就再也没看见有人回来 另外张志忠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 还话里话外的提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战场指挥官夸大战果 例如王静九师向张志忠报告称啊 他们攻克了日军的俱乐部和海军操场 但经过派员亲自前往了解 才发现那个日军俱乐部在一栋坚固的四层钢筋水泥建筑物里 原来是一家日本的油漆公司的办公室 日军死守该建筑物 国民党军虽然向其采取了包围的态势 但因为我炮兵配属的炮弹 缺乏穿甲破坏能力 轰了好几炮 却只能伤及大楼表皮 张志忠说我炮兵直接命中日军司令部附近多处目标 但因为弹头没有燃烧或者穿甲的能力 始终没有办法有效的摧毁掉这些坚固的房屋 老官以前在一个关于松户会战的纪录片里 看到过一位专家的说法 他说开战之前张志忠就因为担心火力不足 向南京请求抽掉了最好的几个炮兵团来驰援上海 这其中就包括去年刚从德国买的150毫米野战榴弹炮 这个炮在当时的中国只有24门 已经是最厉害的火炮了 这位专家说呀 当时咱们的重炮兵已经使用了操作难度又大 又费时间的破坏射击了 还是无法摧毁目标 这个所谓的破坏射击也不难理解 简而言之就是瞄准一个眼就一直打 打到目标摧毁为止啊 就这么打都没打坏 可见当时咱们的武器装备啊 已经落后到了何种程度啊 每次看到这儿 老官这心里啊都特别难受 国力不行火力就不行 火力不行就要任人欺凌任人宰割呀 说到这儿 老官在感慨现如今我们国力强大的同时 也要感谢一下抖音啊 就在昨天晚上老官整理资料的时候 随手打开抖音 直接就给我推送了这个视频 大家啊先看看这个视频 怎么样朋友们震不震撼呢 老官查了一下啊 这已经是2018年的视频了 据说实际上我国穿甲弹的威力已经远不止于此了 在国外技术封锁的大背景之下 中国的兵工人不断公关 使我国在穿甲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在这里啊老官借这个视频 在松户会战86周年纪念日这一天 向所有的先列们致敬 向所有祖国兵工的科研人员们致敬 好了咱们书归正传啊 讲到这里啊我们也不免质疑啊 就咱们当时相对弱势的火力配置 如果和日寇硬碰硬的刚正面 能占着便宜吗 张志忠身为前线总司令 为了明了前线真实的情况 数次冒险到最前沿的火线视察军情 据张志忠的参谋刘进驰说 8月19号在北四川路 一位熟悉道路的爱国群众的带领下 87时逼近了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 8月20日凌晨 张志忠回到了他位于南乡的指挥所 并对王敬九师巧妙的突破了敌军阵地的做法 大家赞赏 王敬九则趁着张志忠高兴的劲啊 跟张志忠提出了想要让部队进行简单修整的建议 张志忠啊想都没想就批准了功臣王敬九的提议 但是根据刘进驰说呀 在王敬九下达了休整的命令后 大家背地里都在那捣鼓说呀 这下完蛋了 等一会儿天亮了 日军调动部队 由日舰的炮火支持反攻 第87是不可能守得住现有的阵地呀 果不其然 天刚一亮 国民党军三个师的大部队 就遭到了日军炮火的猛烈轰击 不但全部被迫撤回原有阵地 而且士兵伤亡惨重 这仗义打书啊 说风量话的人马上就上来了 有人说了 王敬九本来就是虚报战功 进去的部队根本就不多啊 也没有到达声称的街道 所以呀 那日军一反攻 那他可不就顶不住了吗 这太正常了 还有呢 更离谱的 说了 八十七师的王敬九 异想天开 把师部和租界的电话相通 本人躲在了租界里 用电话遥控指挥 八十八师的孙月良也没好哪去 他把师部安置在了苏州河边的四行仓库里 那里房屋兼顾 对岸就是租界 根本就不会受到轰炸 师长都这样 你还想让下属死战呢 其实在这儿啊 老官就得帮王敬九市长解释一句了 当然了 这倒不是老官亲眼看着了啊 而是老官分析的 如果您一会听完 觉得老官分析的不对 您也可以在评论区啊 留个言 跟大家伙探讨探讨 反正就尽量别喷我就行了 好了 不扯没用的了啊 咱正式开始分析 话说老官觉得需要帮王敬九市长解释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咱从客观方面去说 就以蒋介石生性多疑的特点 战事紧急的时候 师一级指挥官住在哪 他能不知道 如果真不知道 那戴笠的军统是干啥吃的 所以说王敬九啊 躲进租界苟且偷生的话 老官认为根本就不足为信 第二咱再从主观方面来说啊 这方面老官就讲个事 您就全明白了 话说在当年一二八松户抗战的时候 王敬九还只是第八十七师的副师长 当时在前方战事最紧急的时候 王敬九的父亲去世了 因为他每天都必须要在前线指挥作战 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回乡奔丧 所以呀 为了忠孝两全 王敬九只能是穿着校服迎击日寇 他手下的弟兄们见到副师长 竟然父亲出殡都不回家 深受感动 于是是各个奋勇 人人争先 王敬九代校出征 痛击日寇的做法 也让他一举成为了当时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所以要说这样一个人 未战必战苟且偷生 老官觉得呀 属实是不太现实啊